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闲心回忆韩玲的不对劲 逐渐冷淡的语气 莫名其妙的大讹之初 以及频繁的夜不归宿 原来这一切早有苗头 我默不作声地站在门口 直到韩玲喘着粗气 松开孙晓晓 抬头看到了我 她眼里的慌乱稍纵即逝 随即凝成不屑和无所谓 怎么不叫我 韩玲松了松领带朝我走过来 沾染上的甜腻香水味 刺得我鼻腔发疼 见我在打量孙晓晓 她毫不在意地审笑道 你怀孕了 我总该给自己找点乐趣 不远处的小秘书 顿时苍白了脸色 我收回目光 慢慢摸上平坦的小腹 虽然这个解释非常混蛋 但作为一个合格的联姻妻子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必修的课程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把她落下的文件 放到她桌子上 温柔地笑了笑 对了 今晚还回家吃饭吗 韩玲的神色 突然变得有些复杂 她把衬衣的第一颗扣子解开 露出所鼓促 一小块烟红的痕迹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同房过了 这个吻痕不是我弄的 那大概率是身后的小孙隶属 我视若无睹的一开眼 好生好气地问她 你回家的话 我就让王一做你最爱吃的排骨 我不吃排骨 最严重的时候 连胃都闻不得 但韩玲喜欢 所以每次她回家 我都会让王一不用考虑我 多做一些她爱吃的菜 韩玲冷冷地看着我 似乎要在我脸上 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过了一会 她烦躁地拧起眉头 滚 我从善如流地印下了 临走前 我还贴心 帮她们关上办公室的门 韩玲的脸瞬间黑了 我慢慢悠悠地下楼 让司机载我回去 我没告诉韩玲 她和秘书亲得起劲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 突然多了一份奇怪的记忆 那应该是一个暴雨天 空荡荡地教室里 我顺从地被压在讲台上 任凭生前的少年 凶狠地稳住我 气息炙热 胸膛滚烫 混着窗外的电闪雷鸣 我似乎听到了野蛮生长的心跳声 扑通 扑通 天光太暗 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但我知道 这个人不是韩玲 半夜我被铃声吵醒 闺蜜下瘾喝醉了 大着舌头 要我去接她 我忍着起床气 一路踩油门去酒吧 夏颖很好找 那个一边哭好 一边大声辱骂渣男前任的 就是她 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就应该嵌在墙上 才能老实 我回想起早上壮破的奸情 深有同感地点点头 夏颖骂得更起劲了 一杯接一杯地管 我劝了几次没劝成功 只能郁闷地抢过来喝掉 夏颖反倒清醒了一点 黄亚难 孕期不能喝酒 我眨了眨眼 低声说出了秘密 我没怀孕 父亲想要拿下城南那块地 便骗韩玲说我怀孕了 要她的点好醋 跟之前的联姻一样 我的意愿并不重要 韩玲知道后 果然如父亲所愿 把那块地 以极低的价格 转让给黄家 夏颖立马联系起来 皱紧了眉头 韩玲发现了怎么办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或许是制造个意外 或许是和她情人起争执 反正找个理由留掉就行 听到父亲说这话时 我罕见地觉得冷 我突然有点怀念 那段奇怪的回忆里 那个滚烫的拥抱和吻 那么真实 好像我曾经被人 那么全心全意地真实过 怎么可能呢 我自嘲地笑了笑 又喝了一口酒 忽然间下瘾的碎碎念 潮水般退去 另一道桀骜的声音 从远极近 涌进我耳朵里 小男同学别喝了 我不想背你回去的时候 又被踢了一路 隔着雾起 我对上一双 娇惊含笑的桃花眼 她拉长了尾音 沙沙哑哑的 小男同学 再不怪我就亲你了 一瞬间 铺天盖地的心悸感 几乎把我溺毙 我迫切地想抓住什么 来证明我并没有做梦 下瘾的惊呼声突兀响起 我慢慢回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攥住了一小节冷白的手腕 我用的力极大 以至于都能感觉到手心 被冰冷表盘个道的痛楚 来人极其熟悉 她弯起狭长的桃花眼 目光掠过我的唇 嫂子好久不见 她是韩玲的弟弟 韩诺 我想我是疯了 才会把夏颖送上出租车后 回头看向韩诺 要和我试试吗 韩诺挑了挑眉 咬着烟含糊不轻道 嫂子 我哥还在呢 我敏锐地察觉到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轻松 甚至还有点难过 为什么 我和韩诺没见过几次面 第一次还是在我和韩玲的婚礼上 我很困惑 但还是顺应了内心 你哥和秘书不知道在哪里私婚呢 不用管他 韩诺险些把烟掐成两段 明明灭灭灭的火光 撩过他指尖 他微微捶着头 掩盖在阴影下的轮廓 愈发锋利 这一幕格外熟悉 我应该也和梦里的少年 这么沉默地对峙过 结局大概是不太好的 不然我也不会稍稍一想 便心痛得像是要把内脏都呕出来 我拳了拳手指 上前一步重复到 所以要和我试试嘛 韩诺深深地看着我 他掐灭了烟 又凶又狠地吻上我 最亲密的时候 我眼前走马光花地 闪过许多零碎片段 课后的开小灶辅导 饭盒里被夹走的排骨 山顶上一起看的星星 以及一声声进入骨髓的小男同学 可他的脸 我怎么也看不清楚 我茫然地问韩诺 我好像忘了一个人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韩诺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想回答 这个无聊的问题时 他开口了 既然忘记了 那就不是很重要的人 不重要的人 忘了就忘了吧 他说着略显无情的话语 却眷恋地在我脖梗簇蹭了蹭 是吗 我本能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很快 下一波欢愉彻底把我淹没 我朦朦朦朦听见韩诺说 什么都记得的人才最痛苦 所以忘了吧 有些回忆 一个人记得就足够了 韩诺主动的这一次 便开始躲着我 无论是电话还是短信 他都假装没看见 直到韩琳心痒的金丝雀 上门挑衅 我假装无措地拨打他的电话 韩诺 我害怕 韩诺来得很快 他心疼地替我处理被挠的伤口 又满含怒气地低骂道 这个人渣 我制止了他想打电话 给韩琳的动作 揉揉靠近他 他现在不知道在谁床上呢 不会回来的 韩诺身体一僵 我眼尾含着泪 在他耳边呢喃 韩琳不爱我 你爱爱我好不好 然后事态变得不可收拾起来 在挂着婚纱罩的主卧里 韩诺撕下了克制的面具 像知识了理智的野兽 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问我 他有这么耐心吗 他会像我这样亲你吗 他会让你哭成这样吗 我还没回答 大滴大滴的泪水 却砸在我身上 烫得我发抖 他凭什么这样对你 他噎着哭腔 碰得像是真心为了我难过 我甚至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在折磨我 还是在折磨他自己 韩琳有时候会打电话问我 带着醉意 你为什么不吃醋 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每次宴会都带着不同的女伴 或乖巧或美艳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韩琳的情人 不过韩琳多久没回家 我就和韩诺撕换了多久 我想了想 还是露出温柔的笑意 即使他看不到 会啊 但我太爱你了 母亲说过 解释不了的感情问题 都可以推到太爱对方身上 可这个锦囊 在韩琳身上却失笑了 黄亚男 你根本没有心 韩琳挂断电话前 我隐约听到了女人娇妹的笑声 我知道她生气了 却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我问身边的韩诺 你会觉得我没有道德感吗 这个世界 把忠贞规定为婚姻的必需品 但她只限制了女人 却没有限制男人 韩诺急促地笑了笑 那我勾搭嫂子 你会觉得我没有道德感吗 束缚在她身上的枷锁 已经被撞得七零八岁了 她把问题抛回来 又自顾自地说 我们都一样坏 谁也别嫌弃谁 这是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我却慢慢地笑了 我从小对情绪的感知力不强 即使是看到人受伤 也表现得很冷漠 同龄人一边排挤我 一边私下叫我小怪物 是母亲教我 什么场景应该表现出什么情绪 才能让人喜欢我 而现在最本真的我 居然也有人喜欢了 得知怀孕时 我苦中作乐地想 好歹不用去演一场专门 给韩霖看的戏了 随即我又很苦恼 这个孩子到底留不留 差了三四个月的月份 想赖也赖不上 没等我想好 父亲却毫无征兆地昏迷了 再醒来 他一改精灵很辣 变得痴呆起来 医生遗憾地宣布 这是不可逆转的脑萎缩 看着满屋心思各异的人 我想 我解脱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几天 我总是隐约想起 五年前车祸时的场景 不同于父亲和韩霖说的 我独自出门 被疲劳驾驶的货车司机撞到 我身边突然多了的男人 他搁在方向盘的右手 手腕上有一道深深的月牙巴 还是熟悉的小男同学 他语气含笑 今天带你去看玉金香花海 可漂亮了 我一向淡薄的情绪 居然也泛起了微甜的波澜 急迟而过的公路上 命运般的货车司机撞了上来 我恍惚从镜中窥到的那双眼睛 清醒又狠毒 我浑身汗津津的 躺在沙发上还没回过神 韩诺坐在我身边 掩饰不住的担忧 你没听电话 我怕你出什么事了 我的目光落在他右手的手表上 突然有些心慌 我攥住他的衣领 猛地吻上他 韩诺却僵硬地推他我 他今朗会回来 皇家的势力即将进行大洗牌 韩霖自然也想来分杯羹 作为皇家最有可能的继承人 韩霖不会放过我 只是刚刚经历了一场窒息的梦 我不愿思考太多 比如我想亲韩诺 不计代价我都要亲上 你亲不亲 我懒倦地看着他 不亲我找其他人了 于是韩霖进门的时候 便看到了我和韩诺湘 拥在一起 吻得难舍难分 他一下子就发疯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韩霖气的脸色扭曲 他喘着粗气 握着的拳头青筋抱起 黄亚男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我假装惊讶 眼唇一笑 你想要什么解释 我和他只是意外嘛 韩霖都是成年人了 有些话就不用摆在明面上说吧 韩诺虽然一言不发 但浑身肌肉紧绷着 像野兽般叙事戴发 如果韩霖敢动手 他会第一时间冲上去 我爱怜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大大方方地走到韩霖面前 或者你需要我说得更直白一点 我和你弟弟 是在做你和你情人一样的事 韩霖僵硬地转了转眼珠子 他的目光落在 我依旧平坦的小腹 眼睛瞬间红了 你不是说怀孕了吗 我险些没跟上他的脑回路 等看到他一脸控诉和失望的表情 我气笑了 我怀孕了 他便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出轨 甚至在外养了一群阴阴阴阴 纵他们踩到我头上 怎么换成我 便像是犯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大罪 我握着他的手 贴到尚未显怀的肚子上 你很期待这个孩子 韩霖冷笑道 谁不期待自己的骨肉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冷血无情 理直气壮道 有些可笑 我一字一句 开始从父他对我说过的话 你怀孕了 我总该给自己找点乐趣 你要多锻炼 身材浮肿了 很难看 怎么吃得这么清淡 以后不用准备我的晚饭了 我在公司吃 韩霖错开了我的视线 我隐隐笑道 可我不期待 我觉得孩子有你这样的父亲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这句话对他简直是绝杀 他咬牙切齿要来掐我 却被韩诺一手拽住 我的小拼头年轻力壮 肌肉流畅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他压制得严严实实 谁允许你动他了 韩诺的声音满是力气 我从背后 还住韩诺的腰身 对上韩霖红的低血的双眼 他看起来好狼狈 和在谈判桌上的运筹帷幄 一点也不一样 彼时的我像个商品 被父亲 推到韩家面前 妄图谈的好价钱 而韩霖就用挑剔的眼光 上下打量我 黄亚男 我记得你 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让我父亲立马兴奋起来 他们坐在那 拿着我的婚姻 开始扯皮 可能他们也没想到吧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呢 我在韩诺的灵口醋 蹭去唇彩 不好意思啊 以前说怀孕了是骗你的 迎着韩霖暴怒的目光 我慢吞吞地笑 但现在我确实有了 孩子不是你的而已 韩霖实在太过愤怒 我和韩诺只好用特殊的方式 让她闭嘴 她被韩诺一个手刀劈晕 软软瘫倒在沙发上 最大的噪音消失 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 孩子 我们的吗 我听到韩诺的呼吸声 越来越近 带着后知后觉的慌乱 和不可置信 她蹲下去 跟头大鸡毛一样 蹭了蹭我的肚子 真好啊 韩诺的声音轻得像羽毛 却压得我心间瑟瑟发疼 我慢慢蹲下身 和她平视 近距离地看 她的桃花眼 和我梦里那双极为相似 只是多了些沉暗 和在不经意间流露的哀愁 仿佛积攒了很多 要把她压垮的秘密 我看着她 放任心中 莫名酸涩的情绪疯胀 我要和韩玲离婚了 我顿了顿 一边观察着她的表情 一边说 我想起了一些事 关于那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韩诺默地睁大眼 半晌后 她嘀嘀恩了一声 又恢复了冷静 只是钻得发白的指尖 泄露了她内心的不平静 孙小小赶过来的时候 便看到沙发上人事不行的韩玲 我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小孙历数 麻烦你把韩总送到 我卡壳了 她最近经常去谁那里 孙小小还没反应过来 愣愣跟着我的思路走 应该是贺柔 韩总这个月去了四五次了 我点点头 和善地笑了笑 来把她送过去吧 顺便等那位小柔小姐说一下 韩总没醒之前 就拜托她照顾了 韩诺劈的力气还挺大 韩玲后颈簇贩子的于青 我忍不住抖了抖 也不知道她要昏睡几天才能醒 孙小小一脸猛逼地来 一脸猛逼地走 她柔弱弱弱的小身板 怕是我养得拉不拉多都溜不动 我大手一挥 让韩诺帮忙把人拖上车 可惜了 韩玲那一身高定西装 被门前的石板露磨到斑驳起球 韩诺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我笑得乐不可知 她想要抱我 却被我的手指戳住胸膛 止住了靠近的脚步 先去洗澡 一身汗胃臭死了 好 她很听话 乖乖去拿我给她准备的新浴袍 洗到一半的时候 韩诺忽然干巴巴地叫我 那个 我忘拿毛巾了 我扬声道 我帮你拿 崭新的毛巾 就放在我身边的袋子里 我是故意的 韩诺只会在洗澡的时候摘下手表 但她又不允许 我推开浴室的门 那块冰冷表盘下掩盖的 究竟是不是熟悉的吧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知道 开门 我言简意该地叫她 紧锁的门被拉开一小道 韩诺的右手刚探出一点 就迅速换成左手 水雾缭绕 我微不可闻地眨了眨眼 给 我面色如常 小心感冒 韩诺见我没说什么 神色松弛了几分 浴室离飘窗只有几步路 我慢慢悠悠地挪了过去 满城繁华 璀璨如新 被忽略地回忆漫上脑海 在韩灵为我戴上戒指的时候 在韩灵当着众人的面亲我的时候 当长辈笑着说 我们要给韩家开支散叶的时候 韩诺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 低垂的眼睛里 看不清情绪 接触到我的目光 她又露出点儿锅当的笑 举杯摇摇敬我 嫂子好 她以往极力克制的落寞和隐忍 在今日我终于全都明白了 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我抬手擦了擦 没擦干净 怎么了 韩诺的声音有些懒散 擦着头发朝我走了过来 我看到了你手腕上的月牙巴 身后的脚步声突然停了下来 沉默在略显空旷的房间里蔓延 带着冷意 我转过身 对上韩诺空白的神情 忍不住吸了吸鼻子 小心翼翼地 渴望地问她 所以韩诺 你能叫我一声小男同学吗 小男同学 这道题我都讲了三次了 你再写错 真的很打我恋爱 小男同学 排骨我家走了 凉拌祭司留给你吃 小男同学 今晚的月色真美 夜风微凉 我披着她的外套 懵懵懂懂地看向她 少年拢住我的后脑勺 呼吸交错 半晌后她嘀嘀道 我是说 星星真闪亮 王文斯曾说过 你看到的每颗星星 都是泯灭的星球 在亿万年前发出的光线 穿过宇宙的空间时间 头上视网膜的倒反光般 万长光阴无限拉长成线 呼啸朝我涌来 然后凝结在此时此刻 窗外万家灯火 无数流光 透过玻璃道 印在寒诺的眼中 和七年前 山顶上的那片星空一样耀眼 我控制不住 马萨她泛红的眼尾 浸上薄薄的水色 像只被露水压成翅膀的蝴蝶 寒诺 今晚的月色真美 我扬起笑容 我是说 星星真闪亮 墙上的烟花突然升空 微风呈着欢呼声 灌入我们耳中 寒诺欠长的睫毛 颤了颤 她像被打开一道口子 这些年的孤寂 摊开在我眼前 一览无余 不打算抱抱我吗 我看着她轻声道 第二道的烟花炸开之际 她忽然将我揽入怀中 用力地仿佛要把我揉入骨鞋里 同一个时空 两道心跳声逐渐从合 我失神地感受到 肩膀上被温热的水迹打湿 小男同学 好久不见 寒诺窥探一声 满身孤独化作欣喜 把我包围 我是真的 好想好想你 我洗了个澡 寒诺接过吹风机 帮我吹头发 我一边享受暖洋洋的服务 一边问她 为什么隐瞒了我那么久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曾经相爱过 那么热烈 以至于我在窥探到 记忆的万分之一时 便心悸到忍不住沉沦 吹风机呜呜作响 寒诺的声音也显得有些低哑 我回国那天 是你和寒灵的婚礼 我被压着叫你嫂子的时候 你看向我的陌生眼神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没有记忆的你 还是我的爱人吗 寒诺的指尖 拂过我潮湿的发丝 细细颤抖起来 难呢 我妈妈就是因为父亲 和小三搞在一起 才遇寡欢病逝的 我接受不了成为我最痛恨的人 既然寒灵能给你很好的生活 让你一时无忧 和你相敬如宾 那我告诉你 除了让你徒增烦恼 又有什么用 我默地转过头 攥住她的手 寒诺 这是你以为的很好的生活 却不是我想要的 我和寒灵 从来就不是平等的 我对她殷勤讨好 温柔小意 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好过点 你看 当她厌倦了我 不还是走上了父辈的老路 寒诺的眼睛有些红 所以当你说她出轨 甚至纵容其他人欺负你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我视为珍宝的你 却被她如此作戒 我哭着说我害怕的那一晚 她心里的不甘和痛苦 宛如实质地围绕着她 凭什么 凭什么她可以不珍惜 凭什么我就不行 忠贞算什么东西 坚守忠贞的母亲 不也因为父亲而遍体鳞伤 恶魔在她耳边低语 一次地吸引 可以说成见色起义 那第二次第三次呢 承认吧 你爱着她 她也爱着你 即使没有记忆 我们仍然不可自拔地 吵着对方奔赴 我亲了亲她的嘴角 低声道 韩诺 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的 谁都不能分开我们 虽然事后韩诺表示自己 已经当了那么久的三了 再当一会也无妨 但我还是找律师 起草了离婚协议书 给韩林寄去 夏颖约我出来吃饭 目光慈祥的像 是看到一颗迷途知返的大白菜 我还以为你一辈子 都要当忍者神龟呢 她夸张地松了口气 幸好你要离婚了 不然我迟早被嗷死 我笑了笑 将手中的柠檬水 一饮而尽 在还没想起韩诺时 觉得这样浑浑噩噩 无情无爱地过完一生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现在我不想辜负 那个留在原地 等我回头的人了 还没恭喜你恢复自由了 这样吧 我组织朋友来给你 开的单身太队 夏颖习惯了自嗨 没得到我的回复也不生气 喝啥柠檬水 喝点小酒高兴高兴 她急哄哄地把我的杯子夺过去 不行 我不能喝 我连忙将手盖在杯子上 我怀孕了 真的 夏颖一脸茫然 啊 谁的 她抬手指住了我的话头 开始思考 你都要和韩灵离婚了 那孩子愿意留下来 肯定不是她的了 我还没开口 另一道声音横空出世 嗯 是我的 韩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慢慢悠悠地回了一句 刚端上来的牛排 还散发着阴阴的热气 她拿起刀叉 帮我切成小块 夏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她 CPU都快被干烧了 这一顿饭 吃得我心情愉悦 毕竟韩诺就坐在我身边 帮我倒果汁 帮我切水果 服务极其周到 夏颖就不一样了 她活像灵魂被人抽走了 最后好不容易挤出一句 迎城里人可真会玩 夏颖走后 我无奈地捏了捏身边人的脸 你吓唬她干什么 我都还没想好 要怎么跟她说这件事 韩诺委屈巴巴 她说要给你开单身派对 还要叫男模去 过分了呀 我失笑 夏颖只说了带朋友去 韩诺呜了一声 还在嘀嘀咕咕 反正都一样 新近男友和之前一样 占有欲强 又爱吃醋 我只能熟练地安抚她 那我就不去了 韩诺得到满意的回复 一直若有若无往 我这边贴的身体 终于有了骨骼支撑 她挑了挑眉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个名分 给名分这件事 要看前夫哥放手了没 很可惜 韩霖一直没在离婚写艺书上签名 我只好抽空千里迢迢去找她 这次我没在她办公室里 看到小孙秘书 也没看到什么贺柔 韩霖戴着金丝眼镜 斯文得看不出一丁点之前的混蛋 黄亚男 你要和我离婚 她的眼底染上阴质 想都别想 我故作惊讶地摸了摸小妇 那你愿意喜当爹 也行 虽然孩子不是你的 但好歹也是韩家的血脉 韩霖的俊脸黑得像锅底 半晌后 她摘下眼镜 仔仔细细地用不擦了擦 乖 去把孩子打了 我可以保证 以后只有你一个女人 她又露出了之前 那种胸有成竹的笑容 不然 我可说不好风雨飘摇的皇家 还会遭遇什么 我错了 她和之前一样混蛋 但如今这个威胁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你照照镜子吧 谁稀罕你这根烂黄瓜 我毫不客气地坐在沙发上 迎着她爆裂的目光 笑得温柔 皇家风雨飘摇 你要不猜猜 如果我把成难那块地捅去官方 你的公司会不会更加风雨飘摇 韩霖扭曲的神色 僵硬在脸上 显得格外可笑 和我合作的刘叔告诉我 韩家把成难那块地 转让给皇家 是合法的 但韩家取得那块地 本身是不合法的 他是通过贿赂 低价竞标道的 刘叔本是和我父亲 一起建立公司的老人 只是后来 父亲的野心越来越大 施加手段逼走了很多人 他也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 刘叔去韩家交接账务时 偶然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深知这件事捅给父亲 也只会被压下来 甚至让他自身难保 父亲大病当晚 我和刘叔达成协议 我把本来应该属于他们 却被父亲吞并的股份 从心转让给他们 他则把扳倒韩林的把柄 交给了我 韩林双眼暴突 喘得粗气瞪我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可惜地把录音笔收好 韩林不愧是 伤害浮沉过的老油条 一点也不被我的诱导影响 我扎了他一下 你有没有做过 自己心里清楚 反正我已经掌握证据了 以韩林的多意来看 他肯定会把账本转移出去 不给我接触到了机会 然而我早已设下天罗地网 我实实然拍了拍裙子起身 现在你想和我离婚呢 毒妇 韩林失控地大喊 把你这只破鞋取进来 就是我的错误 我挑了挑眉 慢悠悠地走过去 手搭上他的肩膀 你知道我和韩诺谈过恋爱 不是一问句 而是陈述句 他肯定早就知道了 韩林摔回椅子上 捂着脸越笑越疯狂 明明是我和你先遇见的 凭什么你就和他谈恋爱 我盯着他 慢慢回忆起很多年前的一幕 放学回家经过的小巷子里 瘦弱音域的少年 被人嬉闹着推倒 大声嘲笑着 小三的儿子 看起来和他妈一样紧 他妈手段可真好 听说比正式还先生吓他呢 子 还瞪我 小心我把你眼珠子都挖出来 我皱了皱眉 只觉得吵闹 可以了呀 不然我叫老师来了 小混混们一哄而散 骂骂咧咧地跑掉了 他攥着脏兮兮的一脚 执着地问我 谢谢你 你叫什么名字 黄亚男 我丢下名字就走 身后传来他声嘶力竭的大喊 我叫韩琳 你不要忘了我 我想不通 你的名字叫什么 和我有关系吗 而韩琳目录怀念 似乎是想起了 极为美好的事情 当时你一袭漂亮的演出群 让我记了很多很多年 你父亲把你推出来的时候 我根本控制不住想要娶你 我歪头想了想 严谨的提问 那你喜欢过我 韩琳默认了 他冷哼一声 可惜呀 你不仅跟个假人一样 毫无趣味 竟然还想毁了我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 你看男人总是这么奇怪 他喜欢一朵花 不是让他傲然绽放在枝头上 而是想把它摘下来 可他一旦发现 这朵花上有瑕疵 他就弃之如必喜 狠狠把花踩进泥土里 最后还要怪花 没提前把自己的瑕疵 展露出来 所以这就是你 心安理得的出轨 的原因吗 韩琳没说话 我也懒得听他恶心人的解释 我推开门 他疲倦的声音响起 我同意离婚 你别把不该说的说出去 我慢慢展开笑容 好 拿到离婚证 财产如愿分割好 已经是半个多月后了 第二天 我把证据和证词递交官方 正式举报韩琳贿赂 很抱歉 我这个人没有道德 做事全凭自己高兴 当韩琳被铐上银手铐 而我从人群里笑银银的露面时 他几乎是目自欲裂地扑过来 你这个贱人 你骗我 韩诺立马挡在我身前 像骑士一样坚定 我无奈地摊了摊手 抱歉啊 我只应了你同意离婚 可没硬其他的 此时 刘叔看着这场闹剧 常常叹了口气 你父亲真的是越发糊涂了 连韩家这艘贼船都愿意上 我笑了笑 接过话头 所以他沉了 我会证明我比他更适合执掌皇家 我们心照不宣地交换一个眼神 刘叔说 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我抚了抚裙子的褶皱 微笑道 我知道了 不远处的韩霖更愤怒了 像头冰死的狮子 四处乱咬 不可能 你不可能有我的证据 我明明交给了 他默得瞪大眼睛 我意味深长地呕了一声 拍了拍手 一名穿着黑色套裙的女孩 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 正是孙晓晓 我知道 你把私人账本交给他去保管了 我双手抱毙 你应该也没想到吧 他会转头把账本交给了我 迎着韩霖想要杀人的眼神 我笑得开怀 把你犯罪的证据 亲手交给了我 时间到回到半个月以前 我约孙晓晓出来吃饭 好奇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跟着韩霖 你看过你的简历 学校一流 成绩优秀 如果不当韩霖的情人 你也能有很好的前途 孙晓晓冷着张漂亮的脸 一下一下用力的七牛排 我妈妈生病了 要一百万 她抿了抿唇 我和你不一样 我家里没钱 只能靠自己 赚块钱 无非就那几条路 韩总给一百万包养我 我交出自己的身体 这是比划算的买卖 她精明而冷静 把自己的优点 摆到明面上加以斟酌 美貌 年轻 干净 容易拿捏 她把自己的身体卖了出去 换回给母亲治病的钱 那你愿意帮我做一件事吗 事成之后 你来我公司上班 我许给你年薪百万 我下巴搭在支着的手上 仅有一个的一百万 和以后很多很多个一百万 你应该能全很好 孙晓晓晓默了一会 你要我做什么 她很聪明 面对如此大的诱惑 是先确定条件 我今天诈一下寒林 过两天 她可能会把账本 交给其他人保存 不会让我有接触到的机会 我需要你 如果能拿到账本 便立马交给我 孙晓晓钻了钻手指 我泄露公司机密 这是犯法的吧 我摇了摇头 慢吞吞地笑 账本里有她贿赂的记录 你这不是犯法 你是偶然接触到账本 然后偶然发现这条蹊跷的记录 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一下子想到 必须把证据交给官方 否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 但你深知 普通人的力量太过单薄 所以你想到了我 韩总的妻子 最近也在调查这件事 所以你在内心正义感的催促下 把账本交给我 孙晓晓最后同意了 临走前她问我为什么选择了她 其实韩林的情人我都接触过了 我许给他们各不相同的条件 但你是个例外 我把搭在一旁的围巾取了下来 记在她鲜弱的脖子上 我能看到你眼里的不服输 也能看到你公私分明的原则 孙晓晓从来不会像其他女人 以为得到了韩林的宠爱 就能来找我麻烦 她对我很恭敬 除了身体交给韩林 她的爱和情都守得半分不余举 你从来没想过吗 为什么社会上对我们如此苛刻 男人没钱了 有的是人愿意给她投资 希望从她身上获得高回报 可到了女人身上 我们仿佛就只剩出卖身体这一条路了 别无选择 孙晓晓有些正冷 冷淡的眼睛里似乎燃起了火苗 我鼓励地看着她 我看好你 我愿意投资你 这个理由你满意吗 把韩林送进监狱当天 我去看望住在疗养院的父亲 他偶尔清醒 时常痴呆 我去的那天 刚好遇上他清醒 父亲 您可能还不知道吧 皇家已经由我掌管了 他突然抱起 死死盯着我 我慢条斯理地削苹果 至于我那个蠢顿如猪的好堂哥 你放心 他听到你出事 卷了一大笔钱就跑路了 连和我对着干都不敢 我的好父亲啊 你愿把公司留给堂哥 也不愿意让我接手 同样流着皇家的血 凭什么我就不可以 我开心地笑 你是不是很后悔 把保险箱的密码告诉我了 所以我才能第一时间 撕毁那份还没公正的遗嘱 顺带着把你用下作手段 抢过来的股份 尽数还给那些 打拼大半辈子的书摆们 父亲不顾身上的管子 神色猙獰地挣扎着 逆女 我要杀了你 可惜他已经太老太虚弱了 在我看来比小挠挠痒痒还要不如 他的不甘和恨意 正如我当时被他送给寒家一样 父亲 我们身上流着同一种血 我在他耳边滴滴道 碟裂 狠毒 不择手段 你把我当成筹码 送上谈判桌的时候 可想到自己 也会有一天 对我当成筹码 去和书摆们谈判 我替他把打点滴的支架服好 又帮他盖上被子 不过我比你有良心一点 至少我从来不会干伤害人命的事 几年前 黄家的工地上 突发安全事故 摔死了好几个人 父亲用了些手段 把这件事压了下去 草率赔偿了几千块钱 这也导致了 后来那位货车司机的报复 他撞上了我 以为就能让我父亲 也感受到痛失爱子的绝望 可惜啊 我大难度死后 父亲却只会为了我的失忆而高兴 我再也不会为了韩诺忤逆他了 他用母亲威胁我 要我嫁入韩家 我只能乖乖照做 我会向社会公开这一个丑闻 然后尽力补偿他们 让苦痛者得到慰藉 我对上他浑浊的双眼 突然觉得这个男人 也没有想象中的可不 当然是以你的名义 我笑了 父亲却更愤怒了 他一向把脸面看得比天还大 而我却把他的不堪公之于众 任人辱骂 在他嘶吼着要扑过来的时候 我眼急手快按下呼叫铃 医护仍然冲了进来 为首的医生立马给他打上镇静剂 黄小姐 您父亲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 您最好还是在我们的看护下进行探望 医生叹了口气 父亲仍然不甘地瞪着我 嘴里嘟囔着 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不重要 在药效的作用下 他很快晕了过去 我用纸巾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 一副被伤透心的样子 不 我以后不会再来看他了 他应该也不希望我来 否则不会这么生气 在医生怜惜的目光里 我转身离开了 我怕再不走 我脸上的笑容就快要抑制不住了 当韩父的婚外情曝光时 韩母才知道自己的儿子 还就有个私生子哥哥 他急火攻心 郁郁寡欢 没过几年就病逝了 半年后 韩灵的母亲进门 成了韩诺的后妈 有了后妈 就有了后爸 韩诺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出车祸后 韩父把他送去国外疗养 怕他挡了我和他亲亲大儿子的联姻 怪不得韩灵是人渣 有其父必有妻子啊 我爱怜地摸了摸 唯一没长歪的可怜小白菜 和韩诺一起去看望母亲那天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大晴天 他还和几年前一样沉睡着 无论我怎么叫都不会醒 母亲曾是牵着我的绳子 只是后来 这根名为母爱的绳子 控制权从他手里 被迫转移到父亲手里 医生说 他是潜意识在抗拒醒来 他还现在过往的泥沼里 害怕现实世界依旧糟糕 可我想对他说 如今的我已经 能把生活过得很好了 你能不能像小时候一样 再摸一摸我的头发 我攥着他的手 把额头轻轻贴上去 有时候我很矛盾 我想他醒来爱我 又怕他醒来 发现我没成为他想象中的人 他要我温柔 懂规矩 要我以得抱怨 我好像从来都没做到 寒诺蹲在我身边 亲生说 但阿姨应该更希望你勇敢 希望你无畏 希望你为自己而战 我愣愣地抬起眼 寒诺揉了揉我的头 慢慢地笑了 你从来不是谁想象中的人 你只是你自己 爱你的人 只会为你而骄傲 从不会为你的不足而失望 有的人 他希望那朵花 可以在枝头越开越美 希望那只鸟 可以在天空翱翔九天 希望那尾鱼 可以在大海肆意翱游 趁着肚子还没显怀 我和寒诺办了婚礼 在当年我们没看成的 郁金香庄园里 一望无际的花海 洁白的婚纱 扶过娇俏的花苞 寒诺就在最尽头等我 然后寒笑问我 小男同学 愿意和我一起私奔吗 年少的我因为母亲没答应 空留十年遗憾 那也是我第一次 品尝到心痛的滋味 而现在我将手 搭在他身处的手上 微微一笑 好 八个月后孩子出生了 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 我给他取名寒无忧 希望他无忧无虑 平安喜乐 我和寒诺各自 在乌暗的土壤里长成 更希望女儿 能在我们接出的 纯白爱枝花上 接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夏尹还是那么雷厉风行 听到我生了孩子 立马提着一大堆礼物 要当干妈 他手足无措地抱起孩子 难难 我怎么感觉像是 抱了团棉花 救命 他好像要掉下去了 无奈之下 我让一旁 给我送中药文件的 孙小小帮忙接手 他上手很快 一边熟练地 拍孩子的后背 一边公事公办 给我讲公司的近况 短短一年 他已经靠自己的实力 爬上了总监的位置 于是我在他把女儿 放回小床时 亲身问他 C城要筹办分公司了 你愿意去挑起大梁吗 孙小小一僵 随即惊喜地看着我 黄总 我愿意 我很高兴看到他的转变 玫瑰不该被种在花园 而应该在野外摇曳生姿 夏尹和孙小小走后 韩诺提着午饭过来了 他逗了会女儿 又给我说了一个好消息 照顾母亲的医生说 他最近隐隐约约 有醒过来的迹象 我期望有一天 他能重新看一看我 看一看他的孙女 看一看这个没了父亲的 美好的世界 我还在思考公司的事 抬头便看到他 催促我打开包装 他也不直说 就一直用那双漂亮的 桃花眼示意我 我失笑 慢悠悠地撕开 最上方的魔术贴 里面赫然是一枚 略显质朴的素戒 用红四龙盒子妥贴装着 虽然已经挑了婚戒 但我还是想送给你 我亲手为你雕刻的戒指 韩诺目光专注地帮我戴上 这枚戒指和旁边的鸽子蛋相衬 格外朴素 但我觉得 心里仿佛被什么轻盈甜蜜的 东西所填满 母亲给了我亲情的暖 夏淫给了我有情的乐 而韩诺给了我爱情的甜 她吹了个口哨 在我手背印下一吻 小男同学 相识十周年快乐 原来我们已经度过了十年啊 以前的我们 山海两相望 相思求不得 而如今 我们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所有的坎坷 所有的磨难 时间都会抹平 而我们 也终将越来越好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